隨著疫情警戒降級 許多家庭對於趙福源的需求也回溫 有機構是開出了十萬元的簽約獎金 作為搶人的誘因 而臺北市救服處最新的一波 真才活動 趙福源的產業缺額 也開出來了 也佔了將近的一半 是疫情爆發以來數量最多的一次 居家趙福源前往雇主家中 照顧臥病在床的阿嬤 替晚輩分憂解牢 不過五月中疫情爆發後 不少家庭擔心外人進到家中 會增加染疫風險 紛紛暫停聘僱 直到近期疫情警戒降級 才又開始回聘人力 但居福源當時出現過一波離職潮 現在突然要找人回國並不容易 就變成那個需求就突然就很大量 那你當然以我們來講 我們就必須要招募更多的服務人員 而且加上移工暫緩 入境政策尚未解除 每個月幾乎都減少五百多位 社福類移工抵臺 在人力網站有機構開出 月薪三萬二 實薪兩百五十元 徵求居家照福源 而且外加十萬元簽約獎金搶人 北市救服處最新一波真才 四百五十六個工作機會中 照福源職缺也高達一半左右 達兩百一十六名 但居福處坦言這份工作吃力辛苦 依然不容易媒合 據福源時薪普遍落在兩百元到兩百二十元之間 但一個月工作二十二天 每天八小時 再加上特殊照顧家給 特殊時段加給 九任獎勵等等 月薪有機會突破四萬塊 不過也有居福源私下透露 不只僱主 擔心染疫 身為照顧者也有同樣疑慮 疫情下不只醫護人力流失 長照人力也出現考驗 記者黃金郭俊麟臺北報導